正像特朗普讲的我静观欺变 其实就已经是间接的表明 他不会驱从朝鲜的压力而改变谈判方案 但是双方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尽管剑拔怒章 但是双方都在小心翼翼的保持谈判大门依然敞开 谁都不主动关闭谈判大门 比如说对美国而言 他已经公开宣布谈判团队已经准备好了 建议同朝鲜在12月下旬之前 举行新一轮的工作级的谈判 他分分钟都可以去 这就表明美国尽管我没有你所要求的新方案 我不会按照你的要求 不会在你的屈服压力之下拿出一个新方案 但是我愿意跟你进行谈判 但是从朝鲜而言 虽然讲了一些狠话 而且说无核化已经从谈判桌上取掉了 就是说不再是谈判的议程了 但是朝鲜并没有说这个谈判桌我也撤掉 或者说我谈判大门就关上了 我不再跟你谈了 因此在年底前朝鲜不会关闭谈判大门 而美国也一直在谋修中朝鲜谈判 因此现在的局面就变成了一个复杂的形式 一方面双方互怼互相示强互相适应 另一方面双方都在保持对话大门敞开 只不过是按照谁的条件来谈判 成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请不吝点赞